所以我們 當我們第一個不教人的手 我們會先叫Rolling Rolling是畫 滑 滑的動作 所以你們等一下看到我們旁邊擺著彈跳的假人 他旁邊多了一個小翅膀 等一下你做完的動作之後 你必須把你的手給閃過去 那我們現在配上的腳步動作是新的 叫做剪刀腳 也就是常見的scissor step 所以你會把你的腳 右手跟右腳同一邊 原本運球我們叫Dribble step 那我們現在不下腳 所以我們不會下他 所以連續動作也是這樣 所以你的腳是往前 要出去往後 往前又往後 往前往後 所以左手就是這樣 往前往後 往前往後 所以我等一下會讓你們做的是換手的 好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很近 所以離你的防守都很近 這時候第一種選項 叫做打掉護球手 所以你們會看到我在做示範的時候 我通常我這邊我都是會走上面上來 因為我的手 只要一沒有球了 我這隻手就要開始做保護閃避 還有滑行 所以你等一下我們今天要教的第一個動作叫做滑行 剪刀腳 胯下 你的手會在這邊 但你不准碰到他 你要閃過他 你的腳 你的身體都不要碰到旁邊的翅膀 所以 1 2 你跟有一點跳起來都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第一個動作 護球手的滑行 就是像 不要讓人家摸到你 如果你有玩美式足球 或是那種鬼抓人 鬼抓人的感覺 防守想要去抓你 就不要給他碰到 趕快跳開 那他一沒有碰到你 他的防守位置就失去了 所以如果你遇到那種很壯的 很喜歡出你 讓你速度減緩下來的 你就可以做這種叫rolling 護球手的rolling 就是護球手的使用方式 做一個腳步交換的感覺 把你的前腳邁出去 但不碰到地 再把球跟腳同時往後走 所以 你可以先運球 保持好運球都無所謂 然後把你的腳伸出來 所以我也可以這樣運球的時候把你的腳伸出來 然後突然就變這樣 這樣就是剪刀腳 所以那最好的節奏 我可以推球剪刀 3 ball step 3 ball step 3 ball step 原本要接到3 ball step 我又變成剪刀腳 所以才會有轉換快攻的時候 我就可以步了 所以我就會有節奏變化 然後速度不減 推 跳 那一樣 因為我在示範 所以我攤球 所以連續動作我們就不要把腳動 所以你們等一下在做的時候的概念 你記得把你的腳 想像一下把你的腳往前邁出 然後記得你的腳會往正前方走 會不會 比賽會不會 不會嘛 所以一定是往斜的會有一個角度 因為斜的防守者才會被你誘導 剪刀 1 2 所以當我們變成這個腳步的時候 我們要你做的是 跨下變向走這邊 所以兩個人的防守距離會很接近 1 2 好 接下來要講閃手的細節 如果說像我剛剛那樣閃 你就會打到人家 就會打到人家的眼鏡 像阿撐啊 平常跟我對打的時候都被我打到 那如果說你是比較高的 像那個14號 你身高夠高 所以你閃手會打到嗎 你出來一下 你先試試看做簡單的 在這邊 好 你等一下做一個右手換左手 然後我不會抄你球 然後閃手 右手換左手 然後閃手手持 走左邊 好 再一次喔 做快一點 很快一點 所以他不會打到我 可是如果碰我一次 換我做一次 那你就正常防守姿態 然後你不用抄 對 好 然後其實我做一個土塊 就中 所以閃手的時候 如果你是小個子啊 其實不太適合 通常是大個子 去閃你這些小個子 像我如果是他啊 我打你們這些全部的 我全部換手 我就直接就繞過你 你摸都摸不到我 因為手就已經直接跨過你 就到你的身後 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們這邊是高個 回到你們各級別的比賽 不要小個子在那邊一直要抄你球 然後你是大個子 還要護球手 護球手 攻他 攻他 不用攻他了 你就隨便做一個換手 他就會在你後面 就直接把你的手繞過他的頭後面 難道你在繞他的頭的時候 他會這樣跳起來嗎 不可能嘛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 如果你現在是小個子 或是你遇到同身高的 我要教你們怎麼樣閃這個手 換手的時候 和你一樣換手 換手的時候 因為走前面會打到 所以我們要把你的肩膀 往後旋轉 閃後面 所以跟Gross Over Gross Over之後 把你的髖跟肩膀 往這邊走 所以換手 所以你的控球能力一定要好 因為你的人 基本上是往側向做一個滑行 所以換手 側向滑行 閃過他 所以當你在滑行的時候 他如果撞你 他就犯規啦 因為我都要閃你了 才來撞 就是犯規 但這是小個子的使用技巧 所以等一下我們記得 小個子 你們這些都是小的 記得小的 要加一個往後走 把你的肩膀 往後走的動作 換手 往後走 所以因為你想要把你的手 往後走 你的腳一定會跳起來 不然你會很卡 你看我的腳如果不動 會很卡 所以你要讓你的腳步自由 你必須手跟腳要斜掉 這樣了解了嗎 OK 那我們等一下 還要再講一個 你們剛剛會不會覺得 如果這樣子擺放 兩邊人馬擺很近 會很近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把 框跟框對調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 第一組 在這裡 好 第一組在這裡 第二組 在中線 第三組 在對面 第四組 在這邊中線 好現在開始吧 開始喔 好 所以我們右手 我們會做剪刀腳 剪刀腳 往這邊進攻 均勻球 第二球 這邊要做跨下 所以 下第二次腳 昨天Harrison 教練教的 一二 面下 這個時候把你的手 閃掉 完成上來 所以連續動作 剪刀腳 一二 突然下 閃掉 完成上來 就這樣閃掉它 看得懂嗎 那基本上對腳的動作 是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不同組 麻煩借我 對那邊借我一點 好 當我們進到三個腳追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變向了 所以一樣是 靠近 右手跟 右腳 右手跟 這樣外側 Sorry 一樣 剪刀腳 左腳準備要過去的時候 接跨下 所以換這邊 左手運球 右腳準備過去的時候 往後 接跨下 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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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會走到這裡 好 到這裡的時候 一樣 右腳 左腳 反過它 最後完成上來 了解了嗎 這樣看得懂喔 好 那麻煩第一組的幫我站在這裡 之後要教最後一個 護球手的使用方式 叫做Rolling Rolling叫做滑 Rolling跟Attack很像 但是Attack 是可能是在第一個地方 把你打掉 但Rolling 是當我的手被壓住 來你借我手 你把手Hand check放在我身上 好 這樣 當手面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怎麼 我能Attack 我不能 所以 只要是這種情況發生就會輸入Rolling 要不然你的手可以閃過它 所以假設我現在切入 然後你趕快用你的一隻手 阻擋我 就這樣 所以我這樣切入 好 慢一點 看得懂齁 再一次 對切 閃過 就閃過它 再次是護球手的第四種使用方式 那這個你們一定要好好掌握好 那通常這會是高個 高個閃小個 不會是小個閃高個 因為你看喔 他比我高對不對 然後你再壓我 會怎麼樣 會打到 那假設你稍微蹲不開 好 然後你再一樣摸 我就繞過他的頭 所以這是大部分使用的技巧 如果你平常遇到的是比你矮的人 就可以這樣做 再一次Hand check 就一步到 剛剛我是往上走 會打到他 所以我現在 往後走 往後走 閃掉你的手 那為什麼叫Rolling 因為他是滑 滑 滑的意思 那滑完之後 他的手再過來 就是剛好接到Attack 所以我滑完之後 你的手再過來 然後再 然後再 阻擋 就阻擋我的腰 所以我轉過 就會馬上接到Attack 懂了嗎 這是Rolling的使用 所以等下我上門 上門 上門來 對你的右手 右手運球 到 到大型的坦掉防守球 做一個換手 閃過 閃過 換手 閃過 就這樣 你就會回來這邊 然後就接著排隊 你會接到IP 然後 就 接棒 對 我 對 酒 還有 有 對 你 是 到 從